在上海 吕晶是一位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着年幼的儿子 可能那个时候离婚是一种冲动 就是觉得吵架 好 不要过来离婚 差不多和儿子一般大的时候 吕晶就开始学琴 大学主修二部专业 拿过多个全国性奖项 但是曾经的骄傲 如今却成为了他贴补家用的手艺 你在那里拉琴 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我就会觉得我没有价值 虽然家里有母亲做帮手 可婚姻工作重重失忆 让母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大学四年几零五年 我毕业以后 我爸爸十月份去世 是觉得家里的天塌了这种感觉 我妈其实也非常的焦虑 同样的事情会反复说 反复说就是真的受到我抓狂 我跟我妈妈之间的现状 就是会吵架 然后吵完以后就不说话 这几年我明显觉得我人老了很多 我觉得我会枯竭再这样下去 我不想要陷在这个状态 远离城市喧嚣 旅经会有怎样的别样旅程呢 我太亲了 青春剑底下面的那个植物 看得一清二楚 我会不会待在这里就不想要回上海了 我看他们在交手 我看他们在招手 你好 都很紫色 欢迎来雅普 这是查尔斯 海伦 弗朗西斯卡和黎雅 黎雅 让我稍微花一点时间记住 比较像我的女儿一样住在我家里 我可以叫你妈咪 我是一个拉中国民族乐器 那个二胡的乐手 也许你能弹给我听 雅浦主岛上的居民总共有两千多人 叶林深处散布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部落 每个部落都固守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习俗 超美 这真的是 吕京 你需要拿着这个椰子树叶 这个是怎么作用 第一次来我们村子的人都得这么做 表示尊重 像大多数太平洋上的原住民一样 雅浦人用竹片和椰子树干搭成物价 树叶编织房顶 这座叶林深处的草屋就是塞丽亚的家 吕京将在这里和她生活一段时间 这个是她的故事吗 天哪 自三个孩子分别成家之后 塞丽亚就独自住在这里 当地人的起居室一般都很简单 铺上草席就是床 这顶新文章是塞丽亚特意为吕京准备的 雨季来临了岛上的蚊虫也会慢慢地躲起来 你喜欢这个房间吗 I like it 很漂亮对吗 我真的要在这儿睡吗 我的天哪 好硬啊 太硬了 这个下面是竹子吗 它牢吗 这下面是椰子树的树叶 特别为你准备的 你躺上去会舒服些 谢谢 谢谢 晚上会有虫吗 我最怕的就是虫子 应该不会吧 那是什么东西啊 牙普岛上的居民居住的比较分散 连接美护人家的是邻间的小路 来自大城市的旅金 看来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的适应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会失眠的 太吓人了这个东西 也许很多东西都将是它第一次 但我相信会好的 塞里亚所在的瑞姆部落 位于牙普岛北部 是岛上四大部落之一 这里的妇女要严格遵守传统的行为准则 我们这里女人穿衣服 需要盖过膝盖 我会找一件我女儿的衣服给你 在家里的时候 你得帮助我做家务 我会一一教你 我可以帮助你 你喜欢吗 哇 你看漂亮 我认为你很美 谢谢 换上裙子 挽起发肌 旅金的雅普生活正式开始了 白天跟晚上那个落差很大 白天 我觉得就好像到了天堂 可是 现在这一刻 我很害怕现在 周围漆黑一片 没有 没有电 然后第一次要跟一个 见面不到二十四小时的人 共处一室 而且我们语言不通 还有那么多天 我不知道 是不是一个不免夜 半夜下起了一场暴雨 已经被雷声惊醒 在惊恐中 她度过了上岛后的第一个夜晚 要向对头 半夜下雨 我半夜起来穿的雨衣 那个雨漏的 半夜漏我也不敢叫CC练 我怕把她叫醒 那早上起来 我一睁眼 一个大鼻孔在上面爬 吓得我 又不能叫CC练不在 我要回家 昨晚没睡好吗 没事 会有人来帮我们修房顶的 芋头是岛上重要的主食 村民已经种植了几个世纪 雨季到来之前 塞里亚要把林子里的芋头地耕种好 下一个旱季到来时 才会有一个好收成 哇 这就是芋头吗 对 从根上砍掉这些草 当心不要砍到芋头 这个都是吗 哇 岛上依旧沿袭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 随着潮湿闷热的雨季到来 地里的野草也开始疯涨 如果不及时清除 林间几块巴掌大小的芋头地 很快就会被吞噬掉 我觉得现在要喝一个劳动号子去 平时塞里亚常常在地里一忙就是一整天 冰朗 对 冰朗 冰朗 好吃吗 味道好极了 如果我工作累了就想嚼一颗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嚼上几颗 它能让我放松下来 你尝尝 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变得不平静 变得生气或者变得压力大 比如我的前夫 那个醉鬼 总和我吵架 还会打我 这个我理解 会让你抓狂 有一次 他喝了很多酒回来 不知道他为什么事情非常生气 回来后就打我 在我后背重重打了两拳 这可能就是导致我心脏 一直不好的原因 同样是你的妻子 他喜欢喝酒 和玩笑 你脾气很大 脾气不好 所以还比较理解 你这种抓狂的状态 我觉得你跟我很像 某个程度上很像 我觉得他应该属于 已经很强大 他身上肯定有我 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 相似的一段婚姻经历 勾起了吕晶的情感伤痛 他想知道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 不错